世人 这是世间一般人 那么看这个四十八月 好像越越过度 这个意思就是 越远都是独立的 四十八月 那么用古石来做比喻 利是板利 世子 这都是 果木 世子我们现在是称的做水果 好像故事规律 向道道说 金不然 事实上不是如此 四十八月 现在讲它是一月 一几十多都几十亿了 它有个比喻 来的时候 更深 诸位晓得中国通往欧洲 丝绸之路 丝绸的来源 四川是最著名的 这一批丝绸上面 指的这些花纹 由花果之业 根茎之业又别 你看一批丝绸 你看它一批丝绸里面所制的这些花纹 里面有花 有果 有枝 有叶 这不一样啊 看整个图画呢 只是一批 制井而已 支撑着 那么四十八月呢 就像这个至经一样 经一如实 虽然是也有四十八 它确确实实 只是一正觉 善巧之所专业 运运都是正觉 正觉的善巧表发 正觉的善巧 自行化他 庄严发生 是庄严刺激 庄严众生 庄严发戒 是一 不十二啊 取帐的善巧